想从TVB收立拿高工资 那就好比是虎口里拔牙 当年张卫健靠演西游记为TVB赚了两个亿 想拿十万块钱的劳务费都被高层给轰走了 但凡事总有例外 就有这么四位演员 从TVB这只铁公鸡上拔下了毛 他们是谁呢 本期的波罗巨叨叨就带你看看 能拿下TVB高薪的四位演员 第一位陈豪 有媒体报道 陈豪已和TVB以3000万的高薪续签了新合约 八位数的年薪 虽然和内地演员比上游差距 但对于TVB是史无前例的 哪怕是疫情期间 陈豪几个月不开工 每个月也有几十万到账 只让人家是长期合同 这让李奥祥 萱萱 阿舍等众多演员羡慕不已 陈豪也表示有很多影视公司邀请他 但他还是难以割舍和TVB近20年的感情 再加上太太已经很久没拍戏了 作为全职妈妈 有三个子女需要照顾 陈豪如果长时间离港拍戏 确实不太现实 也是 只要赚得差不多 谁愿意背井离乡 去别的地方当个新人呢 TVB舍得花重金将陈豪留下 看似大棒了一回 其实是为了强撑门面 这几年TVB事风日下 如果再不留下几个当家的老演员 那真是没得玩了 坊间流传一句话 流水的TVB 铁打的马国民 可见马国民在TVB的这十八年里 有多忠心 观众都看在眼里 曾经的马国民和林峰 吴卓熙 陈建峰 合称为TVB四小天王 目前除了马国民 其他三位 都和内地剧组有联络 在影视圈忙得不亦乐乎 只有马国民还独守TVB阵线 就算每年陪跑失地 他也坚持和TVB续约 有媒体问过他是否想过离开 马国民很直接的说 我要求加薪 公司从来没有拒绝过 只要钱能满足我 其他都好商量 从马国民购买了 2000万港币的豪宅 就可以看出 公司对他真的很不错 很多港剧迷纷纷表示 马国民啥都不缺 就是缺野心 但他本人对这种 虚头巴脑的头衔看得很淡 认为只要有人欣赏 他的演技就很开心了 TVB高星 聘请钟嘉欣回潮拍戏 杠媒报道TVB 有千金买马骨的意思 钟嘉欣也是继承豪后 第一位拿TVB高星的女演员 为了能让他回潮 TVB开出了 300万一部剧的高价片酬 据了解奢师曼洋仪 胡信尔 萱萱等 众多大牌花旦 都没有拿过TVB 这么高的片酬 TVB为什么如此大手笔的 挽留钟嘉欣 可能是看到了他和其他女星 不一样的地方 认为他还是比较靠谱和踏实的 不像其他人圈里圈外的 到处走血 TVB已经不敢用了 但钟嘉欣回潮后 并没有作文TVB一姐的宝座 他陪跑了13年 依旧没拿下TVB事后 输给了年轻小花林夏威 要知道今年钟嘉欣 是带着星空下的人衣来打榜的 林夏威的暴冷 让观众义愤填膺 但马国民不也是输给谭俊言了吗 按我说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座马无所谓 TVB事后哪有钱来的实在 你认为呢 最早拿下TVB高薪的演员 就是赵雅芝 当年他拍完戏说前龙后 身价水涨船高 1993年时 赵雅芝在TVB拍电视剧 按照每小时八万港币来计算 按照当时的生活条件 这绝对算是天价片酬 赵雅芝作为从TVB走出来的 不老女神 到目前为止 片酬依旧很高 刘嘉玲内地拍戏 一集120万 而赵雅芝达到了140万 是张紫怡的四倍 孙丽的12倍 范金锁的15倍 即便他已经散出银瓶 但塑造的角色 一直都被称为难以超越的经典 老话说走一处 不如守一处 TVB现在已慢慢意识到 当家演员李朝 对公司的打击有多大 也慢慢意识到 花重金把这些演员留下 是一笔很划算的投资 至于为谁花这笔钱 TVB肯定要考虑他的中心程度 心里也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 有些演员估计是回不去了 注定要外出漂泊 寄人名下 其实这些北上的演员 他们何尝不想回去呢 别乱去聊起来 关注我 怕你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了